各位好,我是彭偉珊 港股今天整體走勢又繼續進一步反彈 主要相信北水開始掃取一些科網類股份 在整個科網監管的風暴裡面 美團也正式地有個判罰 但判罰的罰款比市場預期明顯是小很多 沒有像阿里那樣罰是超過100億以上的罰款 其實都顯示了一件事 剛才開始逐步逐步把監管帶來的影響消化了 也重新再看這些科網類股份 他們整個生態圈 很可能隨著接下來的監管做出一些適當的調整之後 可以繼續上路 因為始終要看回來說 很多這些大型的科網類股份 在高位下跌下來 其實都跌得比較重要 也有部份的股份來說 由高位下跌下去 已經跌了整個市值超過四分之一 其實都將所有利潭消息都消化了七七八八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他們都有短期反彈的動力 現在去看回恆子在科網類股份的反彈下 已經成功重返50天線的水平 曾經在這裡碰過 但是最終收市的時間 沒有辦法收復到 都合理的 因為整個市場來說 在這一陣的低位裡 兩萬三千六百八十一點 怎麼反彈上來 都是在講一個星期的事 已經是反彈上來 就是兩萬五千五 這些水平 都是一個時候進行整固 以現在去看回 今天收市的時間 恆子去到 兩萬五千三百二十五點收市 至於那個升幅來說 達到是接近2%底下 成交額又不算特別多 都是大概1,600億左右 都是一個叫做 合理的反彈局面 有個成交配合 再加上 今天其實都還是繼續有資金流入 譬如以今天 單日去計 恆子流入的資金 就整個大概76億左右 而科技指數來說 那個資金流入 達到達到60億 都屬於一個 合理的資金流 是支撐的市升上去 以現在去看回 就暫時那個 五十天線 今天叫做 沒有辦法突破到 但起碼看到 恆子 十天線 二十天線 收復了 也都是那個 即是叫做 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反彈上來 收復了一個中軸 現在向著 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大概是25,900左右 我都相信 現在來說 如果以一個反彈幅度去看 上去26,000這些位置 附近 再考驗那個阻力區 還有再看 到時來說 究竟RSI 可不可以衝回到70 這些水平樓上 才有機會 顯示著整個市 真身正正 是叫做 由一個底部 即是形成一個逐步向上的形態 以短線去看 資金來說 還是繼續 即是叫做 逐個板塊去做一些部署 暫時來說 沒有什麼 一個特別的板塊 會成為 就是說 接下來今年 去到年底之前 會長期有資金 繼續排入去的情況 都預計回現在來說 就是說 短線的科網類股份 反彈力度 仍然會持續到 帶動回市場來說 在短期 還是繼續向好的